这一次加州参议员余颖良以及周国祥的26人同时被捕一案 多名联邦调查局的卧底探员扮演军火买家参与其中 起诉书当中也提到的探员多次跟余颖良以及他的竞选顾问私下会面 来商讨100万元计算的军火交易 以及金额是至少42,800元的政治捐款 同时余颖良也曾经在早前在议会当中也提出了控制枪械的法案 也形成了一个讽刺跟一个明显的对比 新岛记者崔玲子的报道 根据联邦起诉书 2013年8月关于非法军火交易初期 会面都只有竞选顾问杰克逊和卧底探员 余颖良并没有出席 该次会面杰克逊引述余颖良要求 对方再增加向余颖良参选加州州务卿的竞选捐款 探员表示如果事成会向他提供更多金钱资助 其后在2014年1月交易中断时间 余颖良亲自与这一名卧底买家会面 并告诉他抱着怀疑和小心的心态是正确的 但同时向探员保证 他并不是追逐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暗指交易会成功 余颖良又曾经和杰克逊和卧底买家说 他们必须要清楚明白 他们正在做什么交易 一有差错会有严重后果 在起诉书中也提到 余颖良曾经向卧底买家透露 自己不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 希望可以像他一样自由地生活 他又说自己在菲律宾 有众多持机枪的护卫包围着 可以说想躲到菲律宾 余颖良曾经与探员讨论 非法进口价值50万元至250万元美元的军火 包括坚扛式自动武器和导弹 宣誓政词指控说 余颖良与他讨论了如何从菲律宾穆斯林分裂团伙手中获得相关军火 并把他们带入美国的整个过程 现在正以50万元保释候审的余颖良必须要交出护照 恐怕有一段时间不能到菲律宾了 星岛记者崔林子报道 一定是很新年轻质的 请不吝点赞讯 可能会在此找一种 我我们在这里的 谢谢你